我们已经全部收好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就是先上高原吧 这实在太热了 走出来了 你知道我们要走了 刚刚叫也叫不出来 现在自己爬出来了 你看他 你看他这屎样子 哎呀 我都没有录到你的精彩上车瞬间 走喽 你这口水 你甩一把 把人脸上的 赶紧走我们上高原找个地方 最少得有海拔两三千米那种 网上只有二十多度那种地方 对 这实在就太热了 热成这个狗 是不是 应该拿着鸭 我们坐着去下高速 接下来我们就走国道 到这个西昌顺 道占巧家 在这上等我们一下 我们去买点东西 这是路边补给站 你好 要一碗两分 一碗两米鲜 还有一碗米凉霞 嗯 两分 这是两米鲜 是两米鲜 这实在是太热了 路边的补给站 很多车就挺在这儿 车的东西 那是水果 待会我们也带一点回去 两米蝎 有些地方应该是叫米凉蝎 怎么样 嗯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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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冰呀 是冰的 嗯 我要先吃上碗 这是路边的树吧 都是种的芒果树 在公路边上 7块 7块一斤 这边是4斤 7块钱一斤 我们将它的5块钱一斤 5个芒果 16块 这不是其实还是便宜的 对 还挺便宜的 挺大的 车上还行 不然多买一点 乖狗 乖狗 前面就是金沙江大桥 这边是云南 过了江对面就是四川 我们把拖挂放在这个检查站这 开我们的前车 沿着江去看一下白鹤滩水电站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因为待会我们还得回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都摔着进去了 而且里面路不好走 这一片好好呀 好大一片 好适合停车的 背后就是金沙江了 上面还有船 43公里 要差不多快一个小时吧 在我头顶哈哈哈哈的干嘛呀 班哥臭狗 在看什么呀 这个是地理迷宫 这里面的交通洞 里面好多分叉的插落口 应该只是盘了没有 老房也没有 行 好 走我们下去看一下 已经到站了 这儿写着中国三峡 白鹤滩水电站 就是三峡集团给建设的 对面是云南桥加县 之前我们沿着这里面的隧道啊 一直绕到那下面去了 特别远 特别长的隧道 然后我过了一个桥 现在是四川宁南线 这上面就是一个观景台 来看一下超级工程带来的震撼 白鹤滩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大坝最高的地方 289米 也是仅次于三峡水电站 是中国的第二大水电站 金沙江下游 共有四个T级电站 乌冬德 白鹤滩 西洛杜 向架坝 这四个都是中国前五的巨型水电站 来我们换个角度 看一下这中国第二的水电站 现在我们飞无人机 看一看对面 突然来了好多观景的人群 走了 我们也撤了 这实在是太热了 怎么我们今天赶紧还得上高原呢 是吧 这家会在村上吹空潮呢现在 那上面放心的晨凉 我们现在回去带上我们的拖挂 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上高原 尽量上 这是白鹤滩金沙江大桥 那下面就是金沙江 这只是我们路过 众多大桥中的其中一座 而且就是一条普通的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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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高峡出平和 因为那边下面被挡了 所以这边的水流都不是很湍急 都是平的 走我们接着走 还在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停车呢 才刚刚接着西山街 现在的风感受一下都是凉的 凉爽的风 西山我们来了 好像是晚高峰呀 西山我们来了 西山我们又走了 看了一下地图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服务区 今天晚上又是夜宿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挺大的 之前我来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西山服务区住了一会儿 我还以为下雨了呢 看这个 新鲜的 从这里掉下来 躲到我的手了 今天总算凉快一点了 虽然没到高原 海拔一千五百米 凉了一大点 看见天气一暴 晚上能有二十多多 昨天晚上我们三十五度 那也气温 直接睡不着 来我们在上面今天做个饭吃 在洗锅呢 锅还是新的还没洗是吧 是 我们换了一口小高压锅 之前那一口太大 只有巴掌大 之前那一口锅煮一顿吃三天 昨天晚上我们吃了螺蛳粉 今天还是吃个饭吧 芹菜肉末 一个菜怎么样 可以 盖起来盖起来 小心见到身上 狗子不能吃皮蛋吧 但是它感觉挺想吃的样子 可以吃 不要吃了 你看看 给你玩玩 收拾一下 吃饭 不得不感叹一下 滴滴你这太贤惠了 那当然 我何德何能呀 对我好一点 这是一个菜硬生生变成三个菜 硬熬出三个来 嗯 好吃 放在这里 吃完饭我们去 散一下步啊 这是服务区后面的 这条小道上面 我们走个一千步吧 就回去了 一千步任务完成 三分之一 对 三分之一 走回去了 鸡胸肉煮白菜 这家伙也太乖了吧 门就在这开着是吧 你就趴在门口睡觉 看看白哥 看白哥很乖哦 好白哥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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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听懂 吃饭 可以吃饭了 可以了 你要怎么才听懂 他听不懂我讲的 吃饭 吃饭白哥 吃饭 吃饭 可以 怎么办 憨掉了白哥 好了可以吃了 来吃饭 吃饭 看他的车口 他也听懂小茶的吃饭 你说一声 班哥吃饭 班哥吃饭 吃饭 你看嘛 还挺两家 可以了 看样子明年可以更新了 震惊 班约跟阿普说 竟然开始日更 班哥在前面车上睡 这儿更凉快一些 等后面我们到了 温度低一点的地方 就可以在后面睡了 好了明天见 拜拜